你好,欢迎收看3月7号大台东地方新闻,我是吕慧 台东新政府在太平西北南右岸3号提防马街路提工程 最近都已经陆续完工了 为了让民众可以体验太平西的沿岸风光 还有贴心的人行空间设计 分别在这个月的12号及19号要举办路提建走活动 期盼太平西沿岸的人行步道可以成为台东民众运动散步的最佳场所 台东新政府持续在太平西沿岸进行的提防工程 将提防进行改善,也设置为提间道 同时也纳入人本考量,设置人行步道 近日马街路提及太平西北南右岸3号提防都已陆续完工 并开放给民众来使用 新政府也特别在12号及19号分别在两处的地点 规划两场的建走活动 台东新政府强调将会持续朝风里桥通往太平桥的目标来贯通 期盼能够在今年底达成目标 记得潘俊伟台东市报导 记得潘俊伟台东市报导 记得潘俊伟台东市报导